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走開 我直接走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她一個直勝決策協調會議 直接決定了 要砍掉共產七天國定家運 我要問的是 如果蔡總統當時的承諾 叫做縮減公時的話 為什麼今天是用砍架的方式 來說一點東西 為什麼是用出外多人權益的方式 來套好十分 今天 禮拜今天十月五號禮拜三 待會的立法院衛環會議上面 就會強行的通過 砍架案 不僅要一例一休 假的週休二日 也要把我們今天關掉一個砍料 今天蔡英文所講的 口口是他的承擔 其實就是蠻憾 硬幹 他所謂的承擔 是承擔之外的利益 出外共產的權益 我們要問的是 如果今天蔡總統 是代表全台灣 六百八十九萬人的利益 而這六百八十九萬人 過去支持他的 是台灣的多人階級 是台灣最底層的人民 為什麼今天是用 管教的方式 來回應選民對他的需求 立法院的黨團總召 柯建民 出來放話 上面有交代 這個會期一定要砍架 一定要過 接下來 就是行政院也出來表示 新的發言人 本來是立委的徐國委出來講 上面有交代 這個會期一定要砍架 還胡說八道說 砍架對 勞資雙方都有利 接下來 就是由蔡英文自己親自出來 召開了所謂的協調會議 統整 在會議上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都很清楚的 媒體也都已經有報導了 蔡英文用總統的身份 直接下指導期 直接下指示 直接下命令 就是 無論如何 這個會期 無論如何 一定要 根據 民進黨 上台之後 上台之前 對資方的承諾 沒錯 對資方的承諾 把七天假給砍掉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到這邊 第一次 直接針對蔡英文的原因 你們使用的這個 擴音器分貝 已經影響到 住宅的安寧 我先在這裡說明 你們影響到 住宅的安寧了 其他的 其他的 我們無權智慧 請 如果你們要抗議 請保持安靜 請保持安靜 你們的抗議分貝 已經嚴重影響到 住宅的安寧了 謝謝 我想跟官委會這邊 好 我們非常非常的 好 我們非常的 對官委會 對這邊的群民 非常非常的抱歉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今天迫不得已的 他剛剛提到說 我們的分配 已經影響這邊住宅的權益了 我們必須要嚴正指出來 蔡英文總統的片面的決策 民進黨黨團 今天就要在立院裡面 硬幹 已經嚴重的影響 九百多的勞工權益了 如果 我們可以透過 這小小的分配 讓蔡英文總統聽到 我們這老公的聲音 讓蔡英文總統 可以懸崖熱馬的話 我們真的 對這邊住戶 非常非常萬番的 公共府 立法院 行政院 全部的資源動員出來 今天就要談 勞工期限價 我們的訴求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不懂 這麼簡單一個訴求 要用這種方式 躲躲藏藏的 警力調配 維安調配 就是要讓他可以 遠離我們這些 有意義的勞工 我們從二到尾都讓住戶通行 你盡量用這種方式 你不如直接講說 你再幫採台護航 你再幫蔡英文總統 不讓勞工成群 不用勞工的聲音 進到蔡英文總統那邊 爬住就好 爬住就好了 不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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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幹嘛 你幹什麼 不要推 妳 Democ 讓妳們別漏吧 我們要求的就是先開公聽會 再來審查 這樣的訴求難道做不到嗎 如果要完全按照議事程序的進行 包括要讓他們做這個要進行會議訓問 要進行這個程序的這個事項發言等等 以及從這個法案審查的這個審查 開始的提案的時候的說明 到尋答到逐條討論 這是完全照正常議事程序的進行的狀況 但是到今天9點這次會議之前 大概8點多的時候 那國民黨委員就大量進入這個會議室 不停的喧嘩喊口號吵鬧推擠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不可能有正常議事的進行 字幕志愿者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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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